这是1939年 法国最后一个被断投台公开处决的人 即将行刑的他吓得浑身瘫软 镜头是行刑人员正在组装断投台 作为法国从1792年到1977年已知的唯一处决手段 这种快速干净的处决方式 既减轻了罪犯的痛苦 又能警醒见到这一幕的民众 待工作人员将明晃晃的刀片装上 并拉动绳子将刀片升至最高处 这架段投台便算组装完毕 与此同时 预警人员正前往即将处决犯人的牢房 镜头这个一脸声无可念的犯人名叫欧根·魏德曼 他因犯有多起绑架和谋杀罪 被法庭判处死刑并公开执行 见到预警进来 魏德曼立即变得呼吸急促 神情惶恐不安 面对工作人员的安抚 魏德曼情绪更加崩溃 开始面向墙壁无脸痛苦 为了给予犯人最后的体面 预警还为魏德曼准备了一套崭新的衣服 换上新衣的魏德曼被预警慢慢架出牢房 此时的魏德曼面如死灰 脚步微微颤颤 心中不知是否对自己所做坏事有所回忆 离行前 预警将他带到神父面前 神父为他举行了祷告仪式 等到行刑人员为他脱去外套 做行刑前的准备时 魏德曼双眼充满恐惧 身体近乎瘫倒在行刑人员身上 镜头是行刑人员将魏德曼的衣领剪掉 应该是以防衣服导致行刑不顺利 随后魏德曼被行刑人员架上了断头台 当头被架子卡好之后 刽子手按动了开关 随着刀片落下 魏德曼结束了罪恶的一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